欢迎来到日日超市 今天又是我金舌头为大家录音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海洋公园的曼豪酒店 看一下周围环境 一进去就见到一个很大的余光 跟着我们上一楼 就会去到check-in的地方 酒店真的很近海洋公园 行天天桥就到了 一进去 今天我十二点几一点来到 就不算很多人 很快就可以拿房了 我们分配到的房间 是位于第三座的海湾 走出去给大家看一下环境 三座的建筑都围着一个很大的泳池 原来这个泳池是全年都开放的 真的很适合一家大小来玩 离开第一座 旁边就有扶手电梯上海洋公园 其实我那座都很近的 走几步就到了 这里就是了 给大家看一下泳池 真的很漂亮 而周围建筑都很有绿化的感觉 而且它楼底 即它的楼层也不会很多层 不会有很局促的感觉 很有休闲度假的感觉 好 我走到第三座了 我看看原来就是泳池的入口 这些很吸引 很适合小朋友玩 第二天 我再去看多次 咦 真的有小朋友和泳客在玩水 大家都早有准备 一早知道这里是全年开放的 可惜啦 没有带泳衣 不能下去唱泳一番 不要紧要啦 看别人游泳也很写意 这里就有开放时间和日子 大家都可以上官网 或者打去酒店问清楚 然后呢 我们来看另一个区域 这里就像是户外结婚行礼的地方 其实它晚上打光灯都很漂亮 待会再给大家看一下 围着这个这么漂亮的泳池 走了一圈 发现周围都种满了植物 而且鸟与花香 今天天气不算太热 亦都不算太曬 真的很有度假的感觉 一点都不像在香港 有点像泰国的感觉 好 登登登登 晚上又怎样呀 去完海人公园 大约九点几十点 我回到酒店了 发现有另一番景象 打光灯的建筑 好漂亮喔 哇 下面那个花园才是夸张 挂满了灯色 想怎样呀 这么漂亮 好 下去拍清楚给大家看一下 先 其实去到九点几十点 都还是好热闹 那些自助餐呀 那些都还未收档 好多人呢 在酒店附近在这儿行框 好多人呢 好多人呢 金舌头呢 和家人吃得这么饱 当然是不会放过 在这么漂亮的地方 散步的机会啦 上边拍给大家看一下 夜晚的景象嘛 去到这个中数呢 泳池应该关掉的 但它就不会因为这样 而没有了水 或者是关掉水 噴水的一些装置 还是闪亮亮的 看上去很漂亮 可见呢 酒店都很用心地打理这个环境 周围的灯色都布置得很漂亮 待会大家去其他餐厅去看一下 看一下门面 好 我去到其中一座 应该是二座来的 见到有南海小馆 食顺德菜 亦都有一间扒房的 哇 随即夜特选晚餐 上千多元 我真是吃不起呀 好了 再看看它的假期的套餐先 这个圣诞假期 特选的节日晚餐 哇 都真是不便宜呀 唉 如果我有那么多钱 我想我也是会去吃自助餐咯 讲开自助餐 第二招 我们就见到吃自助餐的区域了 就是在我住的三座的楼下 海湾那一座 非常之方便 好 我准备进去告诉大家 酒店里面住的房间是怎样 大家准备好吗 在我住的那一座 除了有自助餐区 另一边就是儿童游乐区 好贴心啊 酒店有好多活动 都贴出来 而且都安排好不同的位置 给小朋友玩的 那我拍一些给大家看啦 嘩 第二招真的好多小朋友在这玩 亲子活动一流 讲完一大轮环境之后 是不是很心急 想知道房间是怎样呢 我都等了好久了 好 终于可以上房看啦 我们说分配的房间 叫做在三座海湾 所以是三字头的 五楼的四十二号房 好 举一举卡 看一下房间是什么来头先 我订的是两张商人床 因为我和我的家人 亲戚一起住 总共四个人的 房价呢 本身是二千二元的 但是不知何隔了一会儿 再这样呢 变了二千七元 算了 放假是这样的了 一望出去 在五楼的 其实最高只有六楼而已 一望出去 已经见到海洋公园的入口 真的很近 好 拍个洗手间 浴室给大家看看 哇 透明的 不怕 有窗帘拉的 好了 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拉好窗帘了 这个浴缸 是可以有两个人 一起浸都没问题的 但是我就没浸到了 好 这个箱头花灑必备的 酒店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area 好 看一下它 那些浴室用品齐不齐 哇 超多毛巾 不用争了 好 咦 多一支牙刷的 不是 打开还有两支 好 鬚跑 瘦口水 浴霧 梳 橡筋 等等 一劲俱全 然后你会见到 潤枯膏 香茄 这个泰国牌子 好像是 接着还有 洗凉液 接着还有洗头水 护发素才对 这些必备 这里有一套 浴室里面还有一套 所以是绝对足够的 还有海浪的毛巾 目測应该有十几条 包你一定够用 好了 环境都不错 接着再看一下衣柜 隔板 都是普通东西 一层层给你放衣 另一边 鸩肉袍 两套 鱼鱼 烫衣 最有趣的是 墙 很可爱的海豚 看着你 其实它有其他主题房 有些红猫 有其他的公仔 等等 我们看看这个mini bar 这些全部都要收费 价钱都合理 不过我没有帮助 刚才你会看到咖啡机 等下你应该会看到 这个咖啡 冲咖啡的蛋芯 好 这些小食 我通常都不会吃的了 除非真的很痛 很饿吃的时候 好了 看看 真的有咖啡蛋芯 其实你可以冲的 免费的 下面呢 就是一些杯 普通东西 作为一间五星级的酒店 我就期望它那些灯键 那些键是集中在一点的 这个曼豪酒店 没有令我失望 在两张床的中间 你就会看到有不同的灯键 还有这个升高的沙窗窗帘键 当你要睡觉的时候 你只需要躺在床上 再按个键 窗帘又会落下来的 好方便 还有 还有 除了灯键 窗帘键之外 它的USB充电 都是放在一起的 好方便 一出到去三座 走前十几步 向左边走 一上扶手电梯 就会到那条天桥 那条天桥 走大约半分钟至一分钟 就会进入海洋公园 好了 不说了 要去海洋公园玩了 等一下我会说自助餐 包括晚餐和早餐 等一下要继续留意 玩完一大轮回来了 好了 金舍头最后 最后没有去到吃自助晚餐 去了海洋公园的海龙王餐厅吃晚餐 因为训不了 那我又是太迟了 前几天才打去训 已经是waiting list的第四张桌了 好了 给大家看看里面的环境 刚才的转转雪糕很吸引 有不同牌子雪糕 还有moven pack 好了 我进去看看晚上吃些什么 988元一位 长脚蟹 鲁 鲁 蝦 蟹 还有这些不同类型的ham 很吸引 通通都没有我份 好 看看刺身 哇 总共有7款不同刺身 目測都ok新鲜的 份量也很多 啊 不过刚才冷盘海鲜 看不到生蠔 好 继续看先 这一边呢 就是甜品的区域了 有很多应哲的圣诞甜品 还有蛋糕 圣诞面包 上次吃过都觉得挺好吃 好漂亮的 可以吃的 继续看 甜品区域 水果区域 款式很多 还有不同的醬汁 葡萄也有 这一边是什么 哦 朱米群泉 面包布丁 西米布丁 传统的甜品 一应俱全 很吸引 很想有得吃 豆腐花 这些基本东西 都被人清了一半 我去到的时候 就是9点多 大约10点 还有很多食客 很漂亮的甜品 如果大家想吃 这些圣诞自助餐 记得起码要早三四五六个礼拜 不要像我那样 临急抱佛的 看见龙虾 有蟹 这个中素还有几多量 不错不错 师傅在切牛扒 这里有一堆海鲜 龙虾 青口 大虾 花烧鸡 还有很多大量的热芬 任君选择 带纸 好吸引 烧鸥也有 还有龙虾汤 还有大量的面包 任你怎样 自助餐的基本东西 它都有提供足的 味道就不知道怎样了 究竟有没有HODEL ICON 没得吃 不知道 接着这个 绿面区域 第二天我在自助早餐都见到一模一样 不过炖汤就不会有料早餐 这个是晚上有的 这个虾子拌面也只是晚上才见到 目测真是座无虚直 说明圣诞自助餐当然要搞好气氛的啦 还见到圣诞老人 和小朋友玩得多开心 不过最吸引我的 都是这个转转盘 一打开就会停在任你选的啦 你看看多少不同的雪糕雪条 大人小孩都喜欢呀 这个呢 下午和晚上都有的 当然啦 早上你就不会见到啦 你只会见到空空如也的转盘呀 哎呀又是时候 和这个晚餐自助餐说拜拜啦 好漂亮呀 临走我还见到呢 有职员 为小朋友做这个棉花糖呀 虽然不是那些很贵重的食材 但我见到呢 小朋友好开心呀 都好懂搞气氛呀 如果一家大小在节日的时候一齐 舒舒服服地吃餐自助餐 其实都真是好开心好幸福呀 不知早上的自助早餐又是怎样呢 期待呀 一觉睡醒呀 大约八点几九点呢 就来吃自助早餐呀 昨晚吃不到呀 哇 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呢 我没试过见过 普通的自助早餐是有成三四十人排队的呀 究竟发生什么事呀 哎不理了 带大家进去看看什么吃先 好跟昨晚比较一下啦 有什么吃 仍然都是葡萄 多了一些Pancake 昨天的 位置换了很多这些series呀 早餐要冲的一些东西呀 基本东西来的 普通的酒店早餐都会看到的啦 好看这边先 昨天是一些聖诞蛋糕面包 现在呢就变了不同类型的cheese啦 不是那么多酒店自助早餐有这些cheese吃的 跟着再看看先 哇有烟沙文鱼呀 还有很多沙律的配料 昨天的cham呢 都还是一模一样呀 算不错呀 没少到呀 跟着啦 有乳酪啦 牛奶香蕉奶 士多比利奶 大量沙律菜 哇真的好多 跟着再看一下 日本区域啦 有桥麦面 冷面 卷麦 面士汤白饭 咦这些什么来的 哦原来是三文鱼 是熟的三文鱼 都不错呀 好健康呀 我觉得 继续 这边有春卷 一些的热芬 好开来看一下先 早餐最好就是吃什么呀 中式的 炒粉面饭 这些都是一些饱肚的东西啦 不过就不太合我了 继续看一下先 哎弄掉了先 待会弄好 牛油粟米 哇牛油多到水泡呀 番薯 即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白樽白菜 娃娃菜 那其实我想在open rice看呢 自助早餐是178元一位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去到呢 变了278元一位 不过我订房的时候是包两个早餐的 那大家都可以留意下 最新的价格 哇这个火腿超油呀 完全不适合我 那我吃了这一只的 是猪肉腸 还有鸡肉腸的 款式也算是多 那还有些bacon啦 烤蕃茄啦 薯饼啦 这些都是呢 平时酒店早餐你会见到的 去货量都不错呀 好这边做的什么呀 哦原来是在订阅 即煎蛋 鸣链等等 你等不及的 可以吃撒蛋 又可以吃这里的 炒蛋 那我吃了这个炒蛋 其实都ok呀 我觉得挺嫩滑 也够热的 接着旁边的是什么呀 哇 很特别呀 是蒸水蛋呀 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 好继续看先 豆浆 没有糖的 是自己放糖的 几好 再看看这个是什么呀 哦这些这样的健康东西不适合我 好 看看这个是什么来的 点心区域 它说是粉果 其实是虾饺 因为我吃了 完全是虾饺来的 这个是什么来的 叉烧包 还有牛肉球 之后我找到 旁边呢 你就可以自己夹你想要的 面呀 或者米粉呀 菇呀 圆呀 然后叫师傅帮你烤的 那我就吃了一碗 都挺好吃的 他都选择汤底 选择了鸡汤 挺清甜的 好了 来到这个 昨晚不是很多甜品的 现在变了做面包 还有很多的酥 哇我最喜欢吃的了 我吃了有南莓的 士多啤梨的 都是超好吃的 一有吉士酱的酥呢 我都是超喜欢的 甜的 真的很好吃呀 昨天的圣诞装饰 继续都出现了 这些芝士呢 我就没吃过了 但是呢 真的有很多款式 推介大家试一下 说了这么久的口感 很甜 看看什么喝 嘩 全部都是迹打的果汁 有这个 西梅 西柚 西瓜 甘筍 橙汁 它会换的 我第二轮去呢 已经不是这个 西瓜汁 橙汁 甘筍汁了 是变了西柚汁 和西梅汁了 好 给大家看一下 我拿了什么东西 其实都是很普通的东西 牛角包 好香 牛油的香味 不错 跟着 刚才说过了 炒蛋 不凍的 有蛋香 都ok的 当然最好是去吃即煎的 好 继续 面包 好吃 普通东西 其实牛角包和面包 我都在汗过再吃 因为我不喜欢吃凍的包 好 然后拿了汗和蜜瓜 汗 都很有咸香 蝦蜜瓜也不算太甜 都ok的 有没有发现有很多 很有趣的鹫兔子声 因为我们等了很久 我们等了超过45分钟 才能够获安排座位 就算 我坐的地方 也是要在外面 所以你绝对听到我昨天所说的 鸟乳花香 到處有很多小鳥,聲音很厲害 不過它又不會到處飛來飛去搶你食物 其實看不到,只會聽到聲音 好,說回食物 這個火腿,好吃 加些橄欖,一流 吃不飽的金舌頭,又怎會放過自助餐的機會 再去拿了一輪日本食物 就是剛才說的,泰卷,蕎麥麵,烤三文魚,麵豉湯 三文魚呢? 嗯,都OK耶 挺嫩滑耶 雖然我經常認知是昨天吃剩的一些三文魚 不過,看都不出奇 自在早餐一向都是便宜一點 再配白飯,不錯耶 不過不是日本珍珠米很明顯 因為飯很長,很幼長,像泰國香米 接著啦,泰卷 我不知道這個是甚麼,像植物 接著呢,這個是日本蘿蔔 我知道啦,咖啡色那個真的不知道 不過都...沒甚麼特別 好,接著喝一口熱湯 麵豉湯 好吃,熱辣辣 因為剛才吃了很多涼了的食物 喝一碗熱湯,真的不錯 特別在戶外的地方 接著就到我拿的蕎麥麵了 這個樣子像是烏冬 但是它是寫是蕎麥麵的,試試看 自己加冷麵汁和芝麻的 這個樣子好像很冷喔 其實是不是它的卡人錯呢 好,吃下去都有點韌韌 我覺得很微,不過很冷 馬上喝一碗熱的麵豉湯 好吃 接著呢,我還是未飽的 為甚麼我的胃可以這麼大呢 好,繼續吃 剛才拿的自助區那裡 叫師傅錄的湯麵,湯米 好吃的 雞湯好甜 接著就到甜品了 嘩 這個很邪惡的蛋糕 朱古力蛋糕 外面脆,裡面淋超香 超濃的朱古力味 不太甜 我和親戚分享了 好好味的,大家都說 接著這個酥辣 藍莓吉士醬 沒得輸啦 如果它再熱一點 就更加好了 已經冷了 不過我還是覺得超好吃 忍不住 吃完整個 接著再告訴大家 旁邊這個 士德比利紅莓酥 酸酸甜甜的 還有吉士醬 我最喜歡的 好香脆的,好好味 再吃藍莓yogurt 非常圓滿 唉,很忙的 你看看 沒有人收東西的 旁邊的桌子 走了超過15分鐘 都沒有人收東西 還有一些 是我們忍不住 放過去 因為真的太逼了 這張桌子 這張桌子也是的 大家吃完的 都是沒有人收 因為實在太忙了 你只想想想 今早 竟然有四五十人在等 我等了45分鐘 才可以吃早餐 就知道 情況是多麼惡劣 現在五星級酒店 真的要想想方法去分流 最後給大家看看 這張單 酒店包了兩位自助早餐 另外兩位就要自己付錢 278加1乘2 這裡是四人價錢 最後會扣給我 在最後給了Deposit那張單 那都OK啦 吃了這麼多東西 而且都滿足了自己想吃自助餐的人 但真心覺得 我已經8點多9點來到 都要等45分鐘才可以入座 是否入座安排可以做好一點呢 還要這麼多食客 站在等 有些大人小孩 做孕婦都要足足企足這麼久 還有很多安排 都好像未如理想 作為一間五星級的酒店 如果可以再貼心一點 劃分了不同的時段 給入住的住客組 去選好時段 去做好分流 應該會好一點的 今次介紹了酒店的環境、房間 兩種的自助餐給大家 不好意思 這段片很長 多謝大家耐心的收看 希望你們都喜歡 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日超市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